回来各种龙虾火锅麻辣烫 连吃了好几天辛辣薯 今天嗓子是彻底压了 今天呢带着爸妈出来采购 因为明天要回爷爷家 所以说帮爸爸妈妈采购完衣服什么的 现在帮爷爷再买两套 然后还有一些饼干零食之类的 因为我爷爷特别喜欢吃这种面包 年龄比较大了 其他东西也不太好吃 所以说回去的时候 主要就是一些好吃的饼干跟面包为主 我大概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回老家了 爷爷奶奶家呢 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 最大的遗憾就是疫情期间滞留在外 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 是已经奶奶不在了 这是我比较大的遗憾 现在就是农忙收割季节 今年因为联系小雨 虽然麦子比较丰收 但是不好的是 很多麦子出现了发芽的情况 离回家的路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 我最后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这个树还没有这么大 路两边就是光秃秃的 现在路两边的树已经 绿树成荫了 闻着麦果的香味和泥土的芬芳 感觉心情一下子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特别的放松和舒适 我又开花 半生存了好多花 藏进了馒头白发 记忆中的小脚牙 哎呀你啊你啊你那轨异多了 你看看轨异多了就是好玩吗 一辆车两辆车三辆车四辆车 都给他手埋来了 都给女性的刚弄来干活了 赶老掌门娘娘 就是人家四个牛 四辆车你看倒气了 来到三辆还少给你看 是吧 能能俩俩修子不再弄理的吧 三小辆牛 你看我们这家人四个闺女 一二三四顶着女性全来干活来了 你看看你还查一个吧老爹 小婚姓我给你 对啊这 我上了他要 我拿回他 大个活形我也 敢吃了敢吃 那一样 小婚姓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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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种小的小 Indians 来 今天请我爷爷来吃饭 我们俩找到了饭店 让我爸开车过来 我们是开了一个小三轮在这 我以为这是个酒店了 结果就是住宿的 结果是可以吃饭的 我爷过来了 既然吃完就回郑州了 喂老爸这个地方你找了咋样 这个地方你找了咋样 可以吧 我爸 来 下这个 还想吃吧 你快吃点瞎吧 有点瞎 看我爸也是 弄完还给人家的东西给耗走 货香 老爸少不少 要不然再敲一颗 有意境顶好了 那去爸爸 应该把这个院什么呀 再整理到平整一点 然后弄成一道一道的那种天园的那种 是不是 这个核桃树有感情啊 我小的时候都有 这个杏树是新的 这个葡萄树还是我种的 八毛钱买的树苗 你看现在接的好好啊 满满的回忆 你还结了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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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哇 这么多套马 你看这边 在这儿还有个打紧帽呢